宗教对家庭有时会产生消极影响,尽管这些影响因特定宗教信仰和家庭状况而异。 以下是宗教可能对家庭产生负面影响的一些方式。 宗教信仰冲突 家庭成员之间的宗教信仰和实践差异可能导致冲突和争执。 这些冲突可能从较小的争执升级到更严重的家庭破裂。 宗教压力在某些情况下,家庭成员可能感到压力,被迫坚持特定的宗教信仰或实践。 即使这些信仰或实践与他们的个人信仰不完全一致,这可能在家庭内造成不满和紧张。 与非信徒的隔离强烈的宗教信仰可能产生排外感。 家庭成员可能孤立于不分享他们信仰的人之外。 这可能限制社交互动和获得更广泛观点的机会。 性别和社会角色期望某些宗教传统可能支持传统性别角色和期望。 这可能限制家庭成员的自由和机会,尤其是女性。 这可能导致家庭内不平等。 道德判断和污名化宗教社区有时可能会污名化或排斥不符合其信仰或实践的个人或家庭。 这可能导致家庭内的羞愧或内疚感。 限制教育自由在某些极端情况下。 宗教信仰可能限制家庭接触某些教育资源或机会。 这些资源或机会对儿童的发展可能有益。 对多元性的不宽容在高度保守的宗教社区中。 可能对种族、族裔、性取向或其他特征的多元性缺乏宽容。 这可能对不同的家庭成员造成敌对环境。 强迫遵循家庭成员可能感到被迫遵循宗教规范和期望,即使他们有疑问或不同意见。 这种遵循的压力可能对家庭内部的开放对话产生负面影响。 道德审判有些宗教教义强调对所认为的罪行或道德失败的判断和惩罚。 这可能在家庭内创造一种恐惧和内疚的文化。 情感压抑在某些宗教背景中,表达特定情感可能会受到阻止,或者被视为罪恶。 这可能导致情感的抑制和在家庭内表达情感方面的困难。 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家庭都会经历这些负面影响,宗教对家庭的影响可以根据具体的宗教信仰。 遵循程度和整体家庭动态而大不相同。 许多家庭找到了方法,以健康的沟通,对个人自主权的尊重和容忍来平衡他们的宗教信仰。 此外,一些宗教社区促进了积极的家庭价值观和支持体系,可以增强家庭凝聚力和幸福感。 订阅和点赞是我们的承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